安南院本身是一个势力院 虽然由中国医药大学所负责 营造经营跟最后的转移 但是我们总是有势力院两个字 所以对于台南市政府 或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 对于肝病的防治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特别利用机会来这个成立我们肝病中心 官媒中心主任汤生业的表现 有很多人原本是比赶到时间的炒完之 所以因为没有继续追踪 做生产问题的时候 总共已经检验中 所以安南院特别来生立官媒中心 结合社区的主员定期来队众患者 透过定期的检查到队众来 武宏官媒奥化 那我们安南医院之所以会成立肝病中心 主要就是希望借着这个主动的监测 整合性的治疗 还有这个行动医院 来给提供我们的市民朋友 特别是肝病的市民朋友 一个最好的肝脏的一个照护 那什么叫做主动监测呢 就是说我们会针对来我们医院就医的这个 有肝病的患者 会把它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建立他的个人资料 而后呢 我们就会针对这些慢性B型肝炎或C型肝炎的患者呢 主动的呢去提醒他 这个每大概三到六个月要检查一下 那我们要成立这个肝病中心 当然有一些目标啦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社区的一些院内 以及院内的一些肝病的筛检可以做得更好 覆盖的范围更广 让更多民众可以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问题 肝脏的问题这样子 那我们并因为针对中心除了有准断 对中还有治疗以外 也会提供给社区的利民针对相关委 也会提供给社区的利民 针对相关的委身够的库定 希望大家可以够够的利用 贝勉针如果不好 会做成人生变成欧白的进行发行 来咱们新闻刘品言 彩虹报道